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航 最近不管是在我的YouTube影片上的留言 甚至是到FB的私訊 以及IG的私訊 有超多的觀眾在問我阿航 你要不要玩玩看這款DRIVE RONE 聽說是一款新出的手遊 而且現在好像還在測試版本 不過我在Google Play商店打了DRIVE RONE以後呢 除了這邊有一個叫做DRIVE RONE ONLINE的遊戲以外 好像下面還有一個什麼 OFFROAD LITE跟什麼OFFROAD 可是他這個下載次數我是覺得好像蠻少的 所以我覺得觀眾們應該是講這一款遊戲吧對不對 我點進來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看他好像有超過500萬次的下載 欸沒錯 我來看看他說這個遊戲是多人汽車模擬器 賽車和駕駛遊戲 具有大型的開放世界在線遊戲 喔開放世界是吧 看這個截圖畫質似乎彷彿不錯 那麼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最近大家是不是都不玩car parking都跑來玩這個了 好的一進來呢 我們要先選角色 說到這個角色啊 我肯定是隨便選一個女車手啊 配個金髮的 好的啊隨便啦 人物就這樣子啦 喔衣服也可以選是不是 喔這個衣服 挺帥氣的喔 他是一個中性style打扮 欸等一下 這個是 阿迪達嗎 我現在他這畫面不太能放到 但是應該是吧 好啦隨便啦 就這樣子啦 我這個名字應該不會被取走吧 喔很好沒有觀眾取走太好了你們非常的棒 來囉 啊一開始出來一個對話 我們就 讓他這樣子過去吧 好踩著油門 往前 欸那個是可以吃的嗎 OK好 這個牌子是可以 把他碰掉的是不是 重要的地點會標示在地圖上 我們可以看見什麼什麼東西的 OK好 點選小地圖 他是有 GPS系統 太好了 這個有新手模式真的是 太體貼了 讓你知道這遊戲怎麼玩 附近就有一間調教商店 我們去升級你的車吧 好的 一開始讓我們開什麼 TOKATA 是嗎 Toyota變TOKATA OK 好的 這個躲避版權的方式滿新穎的 哎唷 好像飄得起來哦 等一下這個畫面好熟悉 好像在什麼遊戲 有玩過類似的 它不是用那種常見的手遊模型去做出來的 比較特殊一點 OK好到了 汽車維修場 好的我們要 一開始就可以讓我改車 升級 這個應該是免費的吧 我沒有錢喔 我們升級一下車子 升這個經驗值 車子是可以做升等的動作 再來是車身改裝的部分 從後保桿開始 直接裝了一個空力套件 只要開著車參與各種活動就可以有 就改了一個就讓我出來啦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商店 什麼什麼意思 怎麼那麼多商店 不會是跟我講要買車了吧 應該沒那麼快吧 我可以在這邊購入車輛 裡面有稀有車款的貨櫃和調教配件 好我們看看他有什麼車子吧 哇塞什麼 等一下我還沒看過 不是 壓著這個商店是怎麼回戲啊 那個車子都還沒看到來 就讓我跳出去這商店 為什麼叫我寄來這商店 我看不懂啊 然後他現在跟我說 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有一台智慧精神手機 我們來瞧瞧你的任務清單 喔 然後呢又叫我跳出去 哇塞這個教學似乎有跟沒有一樣啊 我們回到車庫去吧 點選手機 這邊是可以按導航是嗎 車庫 喔直接這樣子 好限時提供24小時 更多資訊 我們來看一下 39塊錢 這是一個手除的概念嗎 好我再看別台 唉唷這台是什麼 GD4RS是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 他把保濕鞋字改成什麼 Pegas 怎麼唸啊 不知道 這個要99塊 哎唷牛魔王 這是玩命罐頭的塗裝吧 而且還只有24小時的時間讓你買而已啊 不買好像對不起自己呢 這要是錯過了怎麼辦 我們第一集 我們這個系列第一集就開始課金 連會不會做第二集都不知道來 直接給他買一台GD4RS 我就直接買給觀眾看看 直接課金 好的 來 我可以換我的車子嗎 直接把這台車拿出來用啦 訂閱這些東西還可以加2500塊呢 我們給他按一下 這應該不用真的訂閱吧 果然真的不用 好像真的不用訂閱喔 按過去跳回來就可以喔 怎麼可以 等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次真的有在加嗎 我看一下喔 等一下 這是 這是有幾個要按啊 怎麼那麼多 全部按按 哇 賺蠻多錢的呢 一開始就有十幾萬的遊戲幣 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去競賽了啦 有喔 這個直接找野防的人喔 選擇一台車子 當然就選我的這一台啊 718 跟你選那個86幹嘛 好的來囉 唉唷 比賽開始的時候有這個 運鏡 這個運鏡怎麼有點眼熟 為什麼有一點GTA的機次感 怎麼回事 OK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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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起步 喔他這個遊戲是有BGM喔 欸這應該不會有版權吧 喔喔喔喔 很快很快很快 我這個新手跑在第一名 第一場該不會人 大家都是人機吧 好體驗一下這個手感 哇塞 這個OK彎過來 欸那個 日本人要超過我啦 我有沒有什麼氮氣可以噴 好目前看起來沒有 哎呀的這個日本人怎麼那麼快 喔唷喔唷喔唷 甩尾落賽哈哈 欸我也落賽 大屁股戰術 欸他其實畫面和流暢度做的不錯呢 然後車輛的動態來說 不知道是這台車太強還是怎麼樣 好像整個都很好開 殺個車 OK喔 欸那個日本人 他開的那台是奧迪R8是不是 這個日本人過彎有點快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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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比不贏他 日本人別走 這裡有一個急彎 哇塞他也熟悉賽道了 糟糕了 誒課金車不會第一場就輸了吧 不可能吧 追不到追不到 這裡硬殺一個 哇塞這個點 呵呵呵 哎呀輸給他了 沒關係啦 拿個第二名感覺也是OK的 好我們去他的開放世界玩一下好了 看看他開放世界到底在玩啥 好我們來到這個線上模式 來晃一下吧 我來看一下他這個地圖 喔這個地圖大小 哎呦 感覺上算是 中型的大小是不是 沒有這裡上面還有 喔 喔這個地圖怎麼那麼大一個 他是一個 像是在島嶼上面的東西啊 所以如果我人在線上模式 亂走的話 就是去吃路上的這些東西 賺錢是不是 好的 還有 甩尾賽 比這個甩尾分數 喔 所以他應該是有不同種類的車 是吧 看起來應該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一個 城鎮飆車遊戲 是吧 哎呦一下就到了 來來來 煞車煞車 好玩進來這裡面 路上的電線桿都撞掉 好來吧 完成一連串的任務 我覺得他玩起來跟car parking有點類似 而且他整個操作起來的手感 比car parking好很多 哎呦 駕訓班 就讓你開 SF90喔 這個會不會太好一點 啊就這樣直線而已嗎 這個駕訓班在駕什麼 第一堂課先叫你跑直線 我看一下我手機 貨櫃 經濟車輛 這什麼意思可以開嗎 好我們開個這個 卡包 開掉了一台 奧迪的RT 等一下他把奧迪的LOGO 穿在一起是怎樣 把他當奧運在用是不是 喂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車輛 OK 這個馬自達變成兩邊 這遊戲最有趣的是他的車標 然後馬丁的車標 變成一個綠綠的東西 老司來斯變成這個是形狀 大致上都看得出來原本是哪一個吧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奧迪 奧迪變這個環我覺得超好笑 BMW和這個奧迪比較貴喔 雙BD的車就真的是有在貴 保時捷電車 台康也有 這麼貴 180幾萬 夭壽 啊有些車子是買不到的 車子數量是不多 可是他從日系 到歐系 甚至是到一些超跑級的 他都有 這些車子啊目前全部是這個樣子 不是特別的多 但是我覺得以手遊來講 OK了 我最後再來去路上晃一下 怎麼前面有一個人 這個機場為什麼 有點GTA的感覺 以這個遊玩上來講 我覺得他的畫面做的算蠻不錯的啦 至少 以開放世界來講 我覺得還行 他有一些任務告訴你 你會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麼 不會覺得上線沒事幹 不太像是手遊 他這個畫質反而比較像是 幾年前3A大作的那種畫質 整體我覺得算還行啊 蠻好玩的 那麼各位觀眾 你們覺得這款遊戲怎麼樣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那我會再看看 要不要把它拍成一個系列 可能就這樣子 輕鬆切意的玩 因為我看最近真的好像蠻多觀眾在玩這款遊戲的 目前體驗下來呢 算真的不錯 感謝大家的推薦 那我再看看 你們給我的反饋 再來決定要不要開系列吧 好啦 那麼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也記得到我的FB 以及IG 按個追蹤 那麼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拜拜